香港安劳服務協會說 目前仍未收到政府通知 可以放灰安劳院舍的探訪安排 有院舍原本計劃中秋節 被家屬預約探訪 但再有院舍長者確診後 計劃要立即殺停 本來有一個好消息 中秋、團園 好不幸運 昨天一個疫情速遞 就立即將這個計劃 將一個好消息 變成一個壞消息 之前希望在中秋節開放給他們 都是一個短暫的恩述安排 但再有院舍爆發 即是我們要立即殺停 大家搜了這麼多個月 不希望因為一時的疏忽 令到有一個反彈